AO了世界以天天的龍星 大家好,我是AO 今天來看阿茲特克人對上孟加拉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先來看一下出生點位9點鐘方向的大套 選擇了阿茲特克 阿茲特克最大的特色是他的生旅 每點一個科技,顯然會加5滴血 到了帝龍時代全科技點滿,可以高達100滴血 那他的村民還可以增加攜帶採集量多加3 所以食物可以看到這邊可以突破10來到13 這個效果讓他前中後期經濟都是非常不錯的文明 那阿茲特克人他的老鷹爆也是產能速度最快的老鷹文明 打這個老鷹產能非常可怕 不管是封建打或是城堡塞打 這個老鷹的數量都是非常噁心的 那後期他的弓兵路線不太行 沒有這個三級的弓兵鎧甲也沒有拇指環 但至少還有強弩 後期的直毛器會比較有看頭一點 可以讓自己的戰毛變成帝王戰毛的傷害值 而且射程更遠,非常舒服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孟加拉人 孟加拉人的特色是他每升級時代史 每個城鎮中心都會給兩隻村民 所以到了城堡時代幹了5TC 帝龍時代就是直接給10村 經濟擴展非常快速 但是孟加仁最大的問題就是他沒有騎士 沒有騎士可以用 基本上遇到騎兵路線的時候 你就只能走輕騎兵路線 但是他輕騎兵路線對於戰毛兵會加2.3號 所以對於自己防守自己的工兵或是相公 輕騎兵路線還是得點出來的 那後期也可以考慮轉毛尚夫 他的毛尚夫擁有三項之力 抗招降、抗額外增傷 而且還有攻速加成 派科技 所以整體來說 孟加拉人是主於走這個相公路線 大象路線比較適合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地圖部分目前看起來下面有一塊黃金 上面有一塊 兩邊的黃金位置是比較偏前面的 這個也是非常難打的一張地圖 那圍大的部分要圍的話是非常難圍大的 看著要不要只能小圍一下 不然就是要圍到底 直接圍到底 那塔套這邊地形呢 目前看起來黃金是在左邊 一個在右邊 兩邊地形都是一個偏南圍的 但是塔套這邊要小圍的話好像沒什麼問題 這邊小圍圍過來 圍過來 這邊可以自己考慮圍圍到底 我就舒服了 那目前看起來塔套這邊黃金的位置是比較OK的 都是在偏後方 很適合打營運阿 石頭跟黃金在後面阿 哇這個圖有點偏天圖了 那以天圖的分數來說的話 我是覺得他至少有90分阿 快要接近滿分了 那如果這裡還有一圖木頭就更爽 但還好後面還有一圖 所以這是有點偏天圖 左邊位置可以再稍微圍一下 好那現在孟加拉人底下的封劍時代了 17P 好封劍 好那這一次的阿拉伯是有水池的 看要不要來偷個魚 偷個碼頭 來補魚 然後去下這個魚網 以前viper很喜歡打阿拉伯的時候 像這種大魚屎喔 就會去下這個碼頭 其實塔套這邊也可以考慮一下下碼頭 欸但這個不知道能不能下 這裡有個樹 擋在這裡 確定這個鐵機下不下得了碼頭 好那回到比賽當中 目前孟加拉人已經出門了 欸這個難道是 插塔前壓 欸沒有補馬就也沒有射箭場取消了 槍矛前壓 有沒有可能呢 好看一下 補這個射箭場補在前線的位置 好孟加拉人 第一個 極速提升升級 好 塔套點下了 四級 跟兵兵場 打的是直層 好後面再補一個軍銀 好 塔套直層 孟加拉 封箭雙射箭場 八人挖金 來了細節 雙射箭場 八人挖金 這樣工兵完全不會斷 那這個打法比較拼向於在打團戰會 在打團戰的話 是不會來挖這個果汁的 所以這個算是單挑配置 單挑配置的前箭雙射箭場 來看一下這一波壓力能抓到一村 可以 哇靠這一村拿下很爽 好塔套現在 是決定要走老鷹路線 這個時間點走老鷹路線 我覺得 不是那麼的好 雖然城堡時代是可以變身上去的 所以這邊短暫時間 是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克制住的 所以塔套這邊要想辦法用自己的老鷹拖時間 到了城堡時代老鷹就有飛躍式的成長效果 攻擊力變超級高 所以塔套在第一時間這個時間點 沒有辦法擁有主動權 還要再花個20秒時間 先用老鷹去吸引一下對方的工兵 好 老鷹走過來 OK 讓對方回頭就是好事 好 孟加拉人這邊工兵繼續壓制 好 升到城堡時代點下了步兵鎧甲 二級步兵鎧甲也要點嗎 現在的話只有二房而已 可以少點個英勇士呢 但是因為是阿拉伯跳城的關係 雖然經濟有點炸裂啊 好 這一波走過來 好 但是孟加拉人這邊是選擇了亮塔 插塔 塔套這一邊直層直接被看破 孟加拉人看到你直層我就直接雙射箭塔 好 當然雙射箭場沒有辦法 給到更多的壓力了 只要塔套這邊補下了兩個人箭塔 守了墓區 跟這個黃金處 基本上要抓到村民是很困難的事情 好 老鷹準備來到孟加拉人的家裡 好 這邊看到老鷹直接原地回頭 本來想挖個石頭去塔弓 好 看到你老鷹過來 我還是守一下 守一下 但是這個位置沒有圍死 右邊的防守壓力很大 老鷹根本是打不太贏的 攻兵回來也守不住啊 好 看一下這一波 回家沒有圍好有洞 有洞就是100分 超過100分 哇 這個 戳掉戳掉 拉走 兩隻老鷹 殘血 現在暫時 兩邊沒有開到 哎呀 這個 紓壓畫面 回頭看一下 這個一定要看一下 這個太紓壓了吧 好 回頭 這是怎麼打到呢 一過來 預判嗎 對 這個是預判沒錯 好 那現在 塔套暫時 沒有太大的壓力了 可以趕快繼續開農 或是繼續出老鷹 給對方更多的壓力 那孟加拉人這邊 前置雙事件場 被擋住之後 就來成到城堡時代了 那城堡時代 打農兵的話 可能沒有未來喔 老鷹的防護力 是很好擋下工兵傷害的 好 那這邊是補了 笨度的工兵 沒有打算要轉型 如果要轉型的話 這邊就要開始補馬舟 轉清騎兵 不然就是挖石頭 去出戰車 戰車也可以取代騎士 但是前置需求就是需要一根城堡 才可以轉出這種類騎士單位 戰車的部分 石頭有在挖嗎 怎麼好像有在挖 但是我怎麼沒看到呢 他在上面偷挖 死一個人挖石頭 這邊直接補下了二級色奴兵 沒有打算放棄工兵騷擾路線 走偏外圍 走偏外圍 但是塔偷的好像 鏡塔看到了 有看到 爐炮家裡防守 好 成燒想要偷點村民 但是沒點到 這一波城堡直接蓋在主巾 金光守住 現在工兵分層 上面這一隊 好 這裡轉戰車沒錯 用戰車打老鷹 不錯的選項 但是戰車很害怕 戰毛兵喔 如果阿茲特克轉戰毛 地龍世代還有紫毛器 走戰車路線也是被壓制住的 好 孟加拉在下面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剛才是要打非常強的強軍事囉 上方這一波老鷹上去 並沒有抓到工兵 頭車開始慢慢往前 好這一波老鷹直接被戰車砍死 戰車的血量很多 出身體質就105滴血 點下這個品種就是125 好 這邊你就算我沒關係 我轉工兵路線 突然拿起弓箭 本來是拿刀 突然拿弓 好你老鷹過來我就轉近戰 好被招翔拉走 抓掉了三村 好勝率趕快招翔 好拿刀砍死 好但是有一次被招翔到了 好戰車路線 嗚嗚嗚 這裡攻兵 要小心喔 OK跑掉 好用頭車 任這個戰車拿下頭子車 超明這個石礦挖完 繼續挖 沒有停石頭 看來是要打算錢壓寶 好戰車現在沒有辦法切尾近戰 後面還有僧侶帶追 僧侶走出來 現在有這個神聖思想 來到了50滴血 孟扎拉人的軍隊現在是工兵配戰車 那塔塔則是補下了雙TC 準備來開弄 好勝率招翔 好招到了一台戰車 勝率沒死 工兵追在後面 掉戰車 戰車往前追 就要把這個勝率給抓掉 好工程器招鎖 這裏要選投石車嗎 沒錯 投車 選擇了投車路線 好這波進攻 戰車數量有點多了 來到了8台戰車 勝率著想 老鷹抓到了工兵 工兵這波想要點掉勝率 勝率直接突然拉走走斜的 但是一起拉到老鷹 老鷹一起被拖慢的速度 這波塔套 控兵稍微出現了一點小小失誤喔 好戰車繼續壓制 後面來蓋寶 這跟寶又是能蓋起來 他超就大蛋零頭了 應該是蓋得起來喔 沒有走戰毛 走老鷹壓力有點大 好現在阿茲特特 只要轉戰毛兵 現在孟加拉這裏所有的兵都能克制住 出了投石車一半 好現在生女繼續招翔 老鷹往前走 八隻老鷹 好城堡要蓋好了 好卡套受不了了 變下救贖思想 直接招你投石車 好阿茲開始轉生女囉 生女雖然來到了五隻 好招翔下工兵 但是怕被點掉往後拉走 有機會點的掉嗎 沒有辦法 老鷹看來這一波可以吃掉這一坨工兵了 這坨工兵就是被吃到剩下兩隻 好這一波 好交換的不錯 但這根城堡的壓制力依舊還在 但還好沒有打到城鎮中心 暫時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好戰車再次回到了正面 好拖車拍個一下 這個好危險 好危險 好現在這個位置 老鷹 抓到了後方 這個挖石頭的村民 不錯可以裝個兩三村 現在戰車壓制繼續給 終點下的品種 現在要點東西有點多阿 戰車雙防要點 還有點這個彈道的血 甚至連這個 這個攻擊力防律都要點阿 甚至後面還有精銳阿派克技阿 都要點阿 要點東西太多了阿 好衝進來 這一波戰車 直接拿刀砍 拿刀打還有擴散傷害效果 戰車的近戰傷害非常的炸裂 直接砍爆了大量村民 然後這裡 生驴一直招強 但是賣了幾拍 這裡在防守右邊的TC 但這一波戰車數量還是有點太多 先點掉生驴轉為攻兵模式 趕快趕快 再把生驴點光光 點光生驴 就是這裡 孟家人最大目標 右邊TC被拆掉 沒問題 老鷹衝了進來被抓了幾村 現在前後都在著火當中 這波再稍微微一下 目前看起來塔套還算是守得不錯 但是村民還是有所損傷阿 來到了53對57吋的村民差距 這個怎麼回頭了 送兵 漂亮 這波送的不錯 好 老鷹繼續想要破牆 破防耳路 不是破牆 現在遊戲時間來到3-4分鐘 卡套現在村民數依舊是布滿60吋狀態 孟家人這邊加力也是有點炸裂喔 一片荒涼 經濟有點慘 好在這根城堡 繼續給壓力 轉了 中城 這個裝甲戰相 好拿刀開砍 直接砍掉一隻老鷹 後面的伐木場 慢慢補下了 好再砍死一隻老鷹 再砍死一隻 OK 老鷹全部收下 現在總共有10隻戰車 跟蹤技術補了 欸結果有取消 不補嗎 增加戰車的跑速不OK嗎 好看來是怕斷村嗎 也不是欸 這個怪怪的 怎麼取消了跟蹤技術呢 有跑速的戰車是跑得快的 好阿茲特克現在剪下了護衛技術 護衛技術有了 待會老鷹可以跑得更快一點 還是慢慢推回來了嗎 好戰車繼續ALL IN 但是 這邊也用拿來 招降到的戰車去騷擾對方家裡 你正在被 用自己的魔法 攻擊自己 哎呀 戰車過來 點掉一隻生女 第二隻想要點掉 但頭車砸了很多傷害 頭車過來 但是用了幾隻變形 去變成近戰模式去砍頭石車 頭石車被砍掉一台 第二台好像也有機會 兩台頭車順利拿下 好這一個 索洛托勇士 正在敲頭 敲到頭破血流 這一村再拿下 漂亮了 好戰車衝了進來 直接對著這隻村民爆砍一波 好後面的戰車又衝過來了 好戰車繼續砍 這裏這裏這裏 很炸裂 哇哇哇哇哇哇 怎麼辦 這一波戰車打得很好 現在兩邊都在著火 都是因為戰車而著火 兩邊都是戰車進攻 這就是阿茲特克 不用的兵 來攻擊你 好 當然戰車直接不演了 直接開戰車 開進去 開到城鎮中心裏面 似曾相似的畫面 戰車開到市中心裏 太狠 太狠 這個馬戰車也行 這個戰車也行 只要是戰車名字 都可以開到城鎮中心裏面 這似乎在暗示什麽吧 連波西米亞戰車也行 這遊戲有太多戰車了 都是這樣可以五把五天 衝到城鎮中心裏面 亂砍一波 太猛了 太猛了 好 現在 TC補到第四個 這個TC看來是蓋不起來了 目前孟佳人這一波砍了20村 但這一波戰車 剛剛也做到了很多事情 好 但這個戰車現在被擋下來了 好 生侶收村 把這個 生侶都放進去 現在 戰車數量還有五臺 老鷹繼續留 想要留到一點東西 但是孟佳人家裡防守還不錯 村民數還跟塔塔目前持平狀態 現在TC數量來到了4TC 打雙TC 兩倍的城市中心數量有明顯的差距了 但是現在阿茲的問題是有TC 但沒有穩定的肉類來源 黃金也被控制住了 這塊附近也沒有辦法挖 主經的位置也挖不乾淨 後面這塊金是關鍵 塔塔現在要想辦法把這塊金拿回來 不然是要奔向荒野 挖這個野金了 要不要去野外拖開TC 也是個辦法 好 聖旅出來招翔 這波招翔 手術要快 人家貼得很近 好 招到了一隻 殘血收進去 繼續招 這一波 不想給對方招全部致敵 孟佳人這一波 直接放棄 好 但這波老鷹又抓到了挖實況村民 很漂亮的塔塔塔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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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波老鷹抓得很好 抓了非常多數量 好 兩邊的聖民書又有一點食品了 好這裡想要蓋伐木場 但是又被騷擾 戰車又開進來了 哇 一直開路一直爽 好裡面存的是裝甲戰象 待會要繼續攻城 這一波老鷹們很努力的在擋戰車 戰車雙防天生是2點 所以他現在 這個近戰防衛來到3加2 太太太硬了 近戰防衛5點了 老鷹打一下 只有兩滴血 基本上老鷹是打不太贏戰車了 好這邊又衝進來 這一波 完了 三驢只招牆到兩隻 戰車直接變成近戰模式 開砍 好像是招牆三隻的樣子 老鷹先帶來黃金 不太穩 好 Tc去射 好奴炮出來 這一次要直接把城鎮中心給拿下 他套中了受不了 轉出戰毛兵 老鷹這邊嘗試衝進去 但是後面是 死胡桶啊 完蛋了這一波可以流進來 阿茲特克這一波賺爛 還抓到一隻聖旅 好 左邊又一個轉化 轉化一隻戰車 現在三生物非常的舒服阿 三生物等於四生物 現在塔套靠著這一些聖物 還可以慢慢產生黃金 生活 活得是相當愜意 好 外面補下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現在tc越補越多 好戰車又開進來 繼續衝 攻城戰項出來 要不要把村民放出來扁 攻城戰項了 現在戰車還在往家裡衝 到處都有戰車 太誇張了 這一波的打鬥 好 現在有戰毛兵了 二級色也點好 戰毛兵打戰車就是痛 不管你切劍戰還是遠戰 我的戰毛兵都可以對你造成額外增上的效果 好戰車再過來想要砍掉生女 但是生女來不及招翔就直接倒地 雖然血量多 終究還是難逃意思 好這裡趕快修理城鎮中心 看能不能擋住 招翔戰車沒有機會 村民直接被這些戰車給砍到 倒地 戰毛兵數量開始慢慢穩定起來 戰車的壓制力好像慢慢減少了 這一坨戰車倒的有點快 OK 戰毛兵稱行之後 戰車開始有點難受了 哇高打滴戰車血噴的真的是快阿 早該轉戰毛了是不是 那一旦轉了戰毛 就意味著黃金數量不太夠 沒有辦法出老英繼續騷擾對手 就會顯得被動喔 對方就可以專心進攻 那現在塔套出戰毛就是要來專心防守的意思 好兩根劍塔直接蓋起來 擋這一波蓋寶村民 但這波蓋寶村民依舊還是能蓋起來阿 沒意外的話 這個機率非常高 因為這裡箭塔數量不夠 村民拉得夠應該是能蓋起來 好 蓋好了 戰車現在數量不太夠 戰毛兵雖然能反擊 但是被近戰開砍 這個戰毛兵的血量掉的還是很快阿 而且有擴散傷害的效果 只要戰毛兵幾乘一團 數量就會下降的非常快 好這裡還有一個裝甲戰車 繼續進攻當中 但是塔套沒有打算要去手撕 因為這根城堡蓋起來了 如果手撕的話 很可能證明會被城堡全部射死 好這裡轉出了兩台裝甲衝車 OK輕衝輕衝還不是裝甲了 好這一波衝車也沒有辦法拿下這根城堡 塔套現在要想辦法 要把經濟再拉起來才行 好經濟現在來到了78村 貢家是68村 好又補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塔套的抗牙能力非常的好 但是這些村民有地方討嗎 有TC蓋好戰車又來 要不要在後面補修造院 還是繼續走戰矛呢 好這一坨戰矛往前走 管了 雖然沒有老鷹 但是戰矛有二級射打村民很痛 而且還有彈道血 看一下這一波戰矛往前 好直矛一下 再來 有傷害有傷害 蠻痛的喔 好看到你有TC 我就來過來蓋寶 這裡有黃金耶 他才要不要拉幾隻村民過來蓋呢 好下面這個城鎮中心要被拆掉 右邊這裡真的要補一個修道院才行 不然這裡真的守不住 好這裡想要蓋工程器製造所 但是有點難蓋 可能要蓋後面才行 這根城堡也壓過來了 好戰車抓掉落蛋村民 戰矛兵數量來到了13隻 正面的位置 好戰車在經過這一波之後 沒有繼續往前 修道院開始生旅 戰車開始防守家裡 但是防守家裡守得住嗎 還是要轉清奇兵 孟加拉轉清奇兵 就可以有效克制這些戰毛兵喔 3S還加2點 好孟加拉不轉清奇兵 戰車只會一直往前送而已喔 好但這一波戰車直接衝到TC裡面 砍個一波 給拉了 裝甲站下 然後把這個TC拿下 這個TC拿下 現轉15村阿 這個決策我覺得相當正確 好直接出來招投資車 進遠攻 變成遠攻傷害 點得掉嗎 來不及 哇 這個操作很極限很炸裂 好左邊再補一個TC 但是戰毛兵緊追在後 看到你大量村民往左邊走了 好但這邊戰毛沒有空好 送到城堡裡面 好這個TC能蓋起來嗎 城鎮中心努力蓋 好這個城堡被壓制住 這個城堡壓制住 城鎮中心 現在左半邊也開始有點危險了 夢家人的防守開始出現 沒有辦法抵抗的狀況 死不轉 清奇兵選擇了戰毛 哇靠你轉個清奇兵打戰毛舒服也可以打勝率阿 是我一定轉清奇兵開砍的 但是他不轉清奇兵可能有他的考量 是因為他的3TC需要的肉量也很多 缺肉的話就趕快補田也是可以的 好那現在塔塔補下了二級農田 戰車數量現在不敢繼續按了 選擇了全走戰毛兵 那戰毛兵的好處是可以即時成型阿 不太需要像清奇兵一樣 慢慢轉型 因為他已經有二攻二防了 戰毛兵直接產出來就能用 他這個戰毛傷害有點可怕 哇靠後面這一坨戰毛也抓到了一些村民 哇這個頭毛傷害 好痛好痛 塔塔現在變成戰毛怪 地獄磁帶還差一點點 但是對手這手打出了GG 我們恭喜塔塔拿下比賽勝利 哇這個TC拿不下來 孟加拉人就覺得自己沒希望了 分數被反超 經濟也確實被反超過去了 軍事上面阿茲特克直接轉出戰毛兵 就有效克制住了阿這個孟加拉人的戰車策略 戰車策略在前期確實真的很頭疼 而且這個TC一直被拆掉非常難受 但還好阿茲一直有在用老鷹去控制孟加拉人的石頭 石頭一旦被控住他就不能繼續連續插寶了 後續經濟也是讓孟加拉人有點炸力 村民一直被抓掉 兩邊的村民樹都被抓了超過50村 一個是59一個是70 兩邊村民樹都是10很多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就是用塔塔的部分拿到資源上的勝利 三生物產出了3600塊的黃金 相當的舒服阿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幫小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ere看 下次見見你吧 下次見見 喜歡旅餘 今天記得這首次影片 5位 5位 4位 5位 6位 5位 8位 7位 5位 8位 8位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